好 最近消息我们要看到的是东航坠机事件 当局是在五周刚我们瑞西所在的地方 设置了前方跟后方指挥部 目前搜救的进展如何立刻连线给 正在当地的特派记者陈瑞西 瑞西午安 你好 祥宜 瑞西 今天是搜救第三天 预告着黄金72小时在下午 即将要到来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刚你在报道中提到了 目前下着大雨 而搜救工作是一度暂停的 搜救现在的难点在哪 而何时会重启搜救呢 好的 祥宜 那么其实刚刚在新闻片当中也提到了 目前是因为天气地势跟土壤的原因 行动需要紧急的暂缓 这里面最大的难度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广西藤县它是以红土为主 而红土的它的吸水力是极强的 再加上现在整个搜救的范围 是超过了两万平方米 这两万平方米也仅仅是一个平面的面积 还没有包括有一些像这个丘陵和陡坡的地势 所以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滑坡的一个风险 那么为了保障救援力量的一个安全 需要行动暂时的停止 不过现在我们也了解到 在现场仍然有大批的专家 是在为下一步的行动来制定方案 同样在经过一天一夜的挖掘之后 在行动的救援区是已经整理出来了一个大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可以让更多的大型的救援的机械设备可以来到现场 那么这将为接下来的一个搜救行程带来很大的帮助 而在昨天下午的一个指挥行动当中 我们知道他们是给每一位的救援战士是配备了手电筒 那么这言下之意就说明了 近2000名的救援战士是展开了彻夜的行动没有停止 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有近80名的警员和50只的警犬呢 是来到了后方的莫朗村的指挥部去进行集结 我们看到这个具有收救任务 能够承担收救任务的警犬呢 目前是在这个笼子里面进行休息 那么警员给我们介绍 他们需要在休息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外界的空气 那么以防他们出现这个烦躁 或者是撕咬和吼叫的一些情况 而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啊 因为有这个天因为有这个天气的原因降雨的一个情况 当时飞机在撞击地面时候是出现非常多的大坑 目前这些大坑都出现有积水 所以要展开接下来的收救工作 必须要安排力量 对于现场的积水和土壤进行抽干之后呢 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最新情况 把时间将会给详意 谢谢瑞希带来的现场最新消息 观众们帮大家整理一下东航事故的一个现场 因为暴雨有山体滑坡的一个风险 目前是暂时停止搜救 暂缓搜救的一个状态 因为现场呢也必须要把这大坑当中的积水给抽干 也预计在后续会有更新一步的进展 目前瑞希刚刚也提到了行动平台的设置 因为完成之后大型机具的搜救工具 也能更有效的进驻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近消息